桃園市6月1号晚间启动静陶计划 跨局处联合大执法 针对改装噪音车辆加强取缔 根据警察局统计 启动第一天共搜证通报506件改装噪音车 其中也包含违法改装车 展现市府强力执法的决心 我想那我们这次联合机场 是特别人借我们这三个单位 那我们改变以往 主要是走出在10点之间机场 我们10点之后的机场 越需要安宁的时候 那我们越需要机场 那我们在这边扩大的连检 就是希望 一方面FW不要以声示 6月1号晚间8点到11点的联合机场 共蓝查疑似改装噪音车辆89辆 其中有48辆因为违反噪音管制规定 当场开罚 一共裁罚了11万2500元 其中还有未成年无照噪音超标 又违法改装 现场就开罚了几万元 警察局表示将会加强深夜噪音取缔 在深夜的时段 就是晚上的22点到早上的6点 我们警方在各个分局 也会针对重要的路口 来编排蓝检的情物 那针对这个噪音 可疑的噪音车辆 我们来做一个搜证 那以请环保局这边来召会检验 那至于噪音的时间 是根据民众所承计的时间 那我们有去分析相关的路段 在晚上10点钟之后 这个夜深冷静的时候 我们警方会来加强来做一个机查的动作 环保局表示 事实上不同的车款 噪音分贝标准变不同 裁罚是以车款规定的噪音分贝 依分贝值区间裁罚 最高3600元 可以连续开罚 每台摩托车 它都有出厂一个噪音标准 那原则上呢 我们会依据这台车的出厂的噪音标准 如果超过它的噪音管这标准 0到5分贝之内呢 我们大概是罚1800 那超过5分贝到10分贝这个范围呢 我们大概0700 再超过10分贝以上呢 我们就罚3600 违反噪音管这标准的部分呢 我们会通知它进行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我们会暗次连续处分 而且我们会改善时间 把它缩短 务必希望它来 能在最短时间内那里进行改善 桃源市净桃计划将联合机查的频率 由原来的每周三次增加到每天执行 呼吁驾驶人别心存侥幸 如果因个人改车行为而影响民众的安妮 就有可能挨拔 记者来我一桃源报道